最近网上因为这个延迟退休的话题呢 讨论的非常火热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延迟退休争议非常大呢 无非就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延迟退休直到65岁才退休 交过25年的这个社保 才能够给你发这个退休金 那我们对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能力 能不能就是支配得了 身体的这个素质能不能支配得了 到时候还继续去工作 并且呢 交过25年的这个社保 需要等到你活到88岁以后 才有可能导致自己不赔本 但是自己能不能活到88岁 谁也被我不甘保证 能继续的 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呢 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出过好几期视频了 我说关于这个社保 我是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干脆去年的时候就没交 因为我去年不是有那个就是蓝维炎手术吗 七月份做的蓝维炎手术 直到今年过了年 好像是二月份到下半许才给我报出来 现在咱们这个财政吃紧了 也要想指望 说是说这个社保里边 那个账户里边 你也生个病给你做一个医疗报销 很难很难 当然我那个是因为我当时都是在异地 然后看的病 所以说才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在当地直接住院的话 他有可能这个社保就直接给你抵扣 但是出现这么一个局面 咱现在这个社保养老这个账户是 利用的这个叫线收线复职嘛 就是指望收现在年轻人的这个交社保 这个费用给现在这些已经退出的老人去养老嘛 那我们这代人年龄大了以后 根本就指望不上 本身我们下一代这个人口就越来越少 你还指望未来这些年轻人给我们交社保去养我们老吗 所以这两天又出来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80后90后这一代人年龄大了以后 还能够享受到这个国家养老金补贴的这样一个福利吗 很有可能我们这代人就会像这个香港或者我们邻国日本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 就是我们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以后 我们仍然在工作岗位上自己去谋出路 自己去打工挣钱 自己养活自己 你如果之前交过这个社保养老金党 然后呢你可能会有一点的这个退休金 然后能够补贴你的生活开支 但是呢可以这么说吧 有可能是威护企业威的 然后根本就指望不上 像我们这代父母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已经 如果你的家里这个父母是有这个退休金的 这个工资拿了高退休金 甚至比你的工资都要高 倒挂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 像我婆婆把退休金 基本上等于我老公现在上班的这个工资 但是我们这代人 等到我们年龄大的时候 我们还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好时光吗 而且很多人对这个要老金啊 有很大的争议 有些人比如说银行或者公职人员 退休金他的工资 退休工资要一两万 而我们在这个企业单位上这个工资呢 才只有两三千 有可能就在这方面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的一个观点 不要这么这些东西了 我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我去过一趟香港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局面和我们这个大陆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六七十岁的老人 依然在工作岗面兼职去工作呀 当时我们去旅游嘛 就是有个六十多岁的一个阿姨 她可能坐到游 然后呢 接着很多这种就是说出租车呀 有很多六七十岁就是引发老人他们在工作 所以我们这代人年龄大了以后啊 我估计大概留时间是要治网我们自己 不要治网我们的后裔 直接是不可能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